苏格兰最热闹的庆典 凝结崭新的一年 苏格兰人迎接新年的方式与众不同 他们将除夕夜集新年第一天称为Hotmanet 这是苏格兰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之一 Hotmanet源自苏格兰词汇Hotmanet的变形 意思是新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 是苏格兰人狂欢迎接新年的时刻 每逢除夕夜,苏格兰各地都会举行盛大的跨年晚会与烟火展 人们在音乐与欢笑声中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年 热闹的街头游行 Hotmanet最热闹的活动非街头游行莫属 除夕当晚,苏格兰各地的大街小巷都会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以爱丁堡的街头游行最为著名 每年都会有超过10万人涌入全城欢庆 人头攒动的景象非常壮观 游行队伍中有鲜艳夺目的车辆与各色服装 热情的苏格兰人会尽情歌舞 向所有人送上新年祝福 除了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阿伯丁等城市 也都会举办热装饰的大型游行活动 一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独特的传统习俗 Hotmanet还保留了许多特色习俗 透过巨像的仪式活动 象征开旧年的污点 迎接新年的更新 其中最著名的是燃烧小舟的仪式 苏格兰人会在旧年的最后一天 将纸板或木头制成的小船模型灌入腊油 木线后点燃 再让它漂流燃烧到河面或海中 这项争着旧的一年随火光阴灭 新的开始随浪花起来 另一个习俗是在大门前焚烧松枝 意味招来好运 当火焰熊熊燃起时 人们会高歌跳舞 感受节日的喜悦 手脚传统和卡丽安舞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苏格兰人会聚在一起 轮流演奏乐器 高歌及跳舞 今后钟声响起的午夜时刻 与此同时 他们也会紧盯大门 看谁会成为first foot 以及第一位跨入门槛的访客 据传统习俗 若第一位访客是黑发的陌生男性 将为主人家带来好运 因此主人会热情招待这位first foot 相反 如果第一位是女性 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当钟声响起 人们会热烈拥抱 亲吻招呼新年的来临 然后 全家一起手牵手 跳起传统的苏格兰元舞 跟卡利安舞 欢迎新年的第一道树光 热闹的跨年晚会与烟火 苏格兰最大的城市 格拉斯哥和爱丁堡 会在市中心的广场上 举办盛大的跨年晚会 FreeQuad 吸引数以万计的人群 聚集狂欢 人们会克服寒冷天气 提前到场占据最佳位置 欣赏烟火 现场会有各种乐队 轮番现役助兴 演奏苏格兰民谣 爵士乐等音乐 到了午夜前几分钟 所有人一起倒数迎接新年 最后 在壮观的新年烟火下 迎来新年的第一秒 其他城镇如博斯 英福内斯 也会举办大规模的新年晚会 给小镇添增活力 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黑布丁意义丰收 苏格兰的传统新年食品 是黑布丁 它由羊汁、糖、麦皮和香料烹制而成 黑黑的外表非常特别 黑布丁的黑色取自麦皮 象征着肥沃的土地 羊汁则代表未来一年的丰收 每逢新年 苏格兰家家户户 都会准备这道甜点 祈求新的一年 丰衣足食 植物烟的三文鱼 也是苏格兰新年传统家之一 苏格兰人会坐以鼠戎一起享用三文鱼大餐 其寓意是宝石丰年 独特的新年传统歌谣 在新年来临之际 苏格兰各地都会想起传统的新年歌曲 其中最普遍的 要数有亿万岁 Worldland Sign 这首歌源自18世纪诗人 伯伯特彭斯的一首诗 后来加上乐曲演变成 民谣性质的新年传统歌曲 苏格兰人会在终身敲响午夜时 手牵手形成大圈 围着跳卡利安舞 并高声合唱这首歌 欢迎崭新的一年 歌词寓意怀念过去的友谊 以及对未来的西季 非常贴合新年气氛 现今有亿万岁不仅在苏格兰 也成为全球通用的新年传统歌曲 热情浩克的民族性格 Hugmane之所以热闹非凡 苏格兰人热情浩克的民族性格 可说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非常重视家人与朋友间的连结 热切招待客人 也是他们的传统美德之一 每逢新年 苏格兰人会打开大门和新房 与所有人分享节日的喜悦 即便是陌生人 也会受到苏格兰人的热情款待 正因为苏格兰人热爱生活 热爱音乐与舞蹈的天性 Hugmane才成为一年中最热闹动人的节日 Hugmane可以说是苏格兰最重要的节日 它保留了该国独特的传统习俗与民族特色 当新年终身敲响 苏格兰各地洋溢着欢乐与希望 人们在歌舞中共赢新的一年 如果有机会 一定不要错过参加苏格兰的Hugmane新年庆典 感受这里热情奔放的节日氛围 与苏格兰人一起高歌跳舞 你也会像本地人一样 期待着新年火树银花般的到来